我們剛剛跟老師分享的怎麼用Edipend的剪接 它也有錄影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直接從上面這邊 有沒有叫錄製屏幕 它就可以跟我們OBS一樣把你螢幕上的畫面錄下來 當然如果你有網路攝影機的話 也可以一併錄進去 看你要不要錄而已 除了進來之後再來錄 也可以選擇當你開一個新的專案的時候 我們剛剛在外面有開一個新專案對不對 這裡有沒有 可以直接錄製視頻 等於說我開專案我就可以開始馬上就錄 不一定要先把那個 PowerPoint那些叫進來 你可以像這樣也OK 好那 我在這邊的不管用哪一個都沒有關係 我就從這裡 比較單純一點 錄製 有沒有看到 畫面進來了 第一個 選擇你要錄製的範圍 我們軟體本身 預設 它是錄多大 這裡 1280 乘以 720 好這是軟體 預設錄製的大小 那如果說您覺得 我想要錄那個Full HD就是高畫質的 你也可以改變 也可以改變 等一下我再跟老師分享一下怎麼改變 再來 你要錄的 是錄哪些地方 你可以直接鎖定喔 比如說 我想要他來錄製我們 這個好了 畫廊 這裡 我希望他幫我錄製這個畫面 可是 如果你 這樣子再拉過去 這樣有沒有很辛苦 你要 調整視窗大小 就麻煩了 你可以告訴他 請幫我鎖定 我要鎖定某一個應用程式 或某一個網頁 有沒有找到他 按下去 有沒有自動 變成 你要錄的大小了 這樣比較方便嘛 所以就是這個地方 你把它勾起來之後 就可以從這裡去選擇 你要哪一個視窗 變成跟您要錄製的畫面 一樣大小 好 如果要全螢幕的 你就按這裡 那麼再來 你的網路攝影機 要開或不開 麥克風 要不要開 都有這邊 我就一併錄進來 給你做參考 好 按下去 倒數三秒 老師有看到快速鍵了嗎 Ctrl加End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剛剛選了這個範圍 他就開始在錄了 即使我切到其他應用程式 我還是會繼續錄這個框 我們還是會繼續錄這個框 所以呢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像這樣錄 那如果你確定 我已經錄好了 您可以順便看一下 下面這裡 有沒有看到那個圖示在這邊 如果你已經忘記快速鍵是什麼 沒關係 點它一下 有沒有跑出來了 所以如果你覺得OK的 我就把它停止 來我們來看看錄進去之後長什麼樣子 說真的它跟我們的 叫做Evercam 真的很像 因為 視訊的軌道 跟 你錄製的畫面軌道 兩個是分開的 你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兩個是分開的 這個是一個軌道 叫做Webcam 所以呢 您如果 這個地方 你覺得 人不要出現 因為可能這樣會擋到你的 畫面 沒關係 你就把這一段的畫面 把它怎麼樣 切掉就好了 你可以把它移出來 我也不反對 這個是刪掉 那 它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叫做 裁切範圍 應該是 這個吧 對 這個是 把它裁切出來 我們看一下 沒有 好沒關係 那我就先把它移掉好了 這樣子把它移掉 或者我把它切開都可以 那像這樣子 我把它切開好了 它也有類似切割的功能 這個 現在呢 這個往後退 有沒有 這一段 拿來前面 這裡切開 好 切開之後 這就是獨立的囉 這樣子呢 我們在中間的時候 講講講講到這邊 有沒有人就不見了 你到後面是不是才繼續出現 這樣也可以 所以這個是它的一個優點 你可以像這樣錄下來 也OK 那我剛剛講過 它有沒有藍令物具備功能 有 點到它 您看右手邊 這裡 應該是 我看一下 不是定時 是一個 顯示模式嗎 應該是在這裡 影片的 找到了 有沒有綠屏效果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自己去選擇 你們加的 是哪一個背景 它有內建的 如果你覺得不安心 你就用滴管的 滴它 但是它會告訴你 有沒有這個功能是付費的 所以 如果你也用到這個功能 輸出的時候就是有 浮水印 好 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浮水印長怎麼樣 好 那 公差就是那個範圍 你可以調整看看 看看說 低的這個顏色 是不是OK 如果真的不OK 你可能就要重新設一下 或者重新再選一下 那個綠幕的 顏色 效果不OK嗎 低取 這個去不出來 有點奇怪 沒關係 沒關係 在後面 抱歉 因為我剛剛點到的是 前面這一段 我的時間總應該移到後面 因為我現在是針對後面的 這樣有沒有去掉綠幕 可是它去的就是你後面就沒辦法像我們剛剛有那個裁切功能 就是你要去 那個幕要去的比較完整 這樣我去背的效果會比較好 這樣太多 這樣回來一點 這樣大概了解意思了 所以 它的那個錄影功能其實也還不錯 那 我在這邊呢 就把它做一個輸出囉 你看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導出 上面有一個叫導出 那 我們呢 輸出視訊的部分是完全免費的 所以你做點下去 它預設 會幫我們 輸出成MP4這個格式 那你就看你要把它儲存在哪裡 當然這些參數也可以做調整 因為剛剛有老師說 其實我們如果來源是MP4 你再輸出MP4 是不是 繼續壓縮 品質真的會變比較差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當然就減少 用MP4格式 因為MP4是屬於破壞性壓縮 破壞性壓縮 檔案會變小 這是它的優點 可是缺點就是真的有丟掉一些東西 這樣才能夠變檔案變小 所以我在這邊 就可以直接把它變成視訊輸出 那 如果呢 老師您用的 比如像我剛剛這裡 很多張 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下囉 像這裡 我就 留一兩段就好了 剩下的 把它拿掉 好我就留這樣子 我從這邊導出 我不要輸出視訊 我輸出 HTML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個呢 就跟我們在用什麼 Applecam 很像 因為它實際上 也可以直接變成 就是所謂的 網頁格式 網頁格式 變成這種網頁格式 其實是有優點的 只是說 一般來說 你要搭配 像 Applecam 你要搭配他們 他們自己的 Web server 就是LFS 數位選平台 你看 我們這樣在看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左手邊的幻動片 點一下 影片有沒有就跳到那裡 這樣 瀏覽是不是還OK 對不對 同學如果在學習的時候 就有點像 左手邊 其實就是 PowerPoint的 那 大家有沒有看到它的浮水印 應該還可以接受啦 它事實上是有點半透明 所以 還不算太早 這樣子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有點半透明 所以這個是 如果你有用到所謂的付費功能的時候 它會出現這個 那如果您輸出的 是 完全 像這個視訊啊 圖像啊 就單一張的 其實 就可以直接 是 沒有這個浮水印的輸出 這樣OK嗎 好那最後當然 您在這個什麼 在這個 專案檔的部分 您也必須要保留一下 因為 如果你下次有需要的時候 是不是就可以把專案檔打開再繼續做編輯 對不對 因為 老師教材有可能會做變化嘛 好所以你在這裡 可以把它 這個磁鐵片 把它儲存一下 你看 他的專案檔的副檔名 有點長 但是呢 講起來也不會太難 Active Printer Pudget 後面 PR OJ就是 Pudget的意思 所以 您把它存起來之後呢 如果您有錄影的檔案 錄聲音的檔案 圖片的檔案原則上就不會特別 轉存 但是他會有一個資料夾 就是 會幫你把錄影的聲音 錄下來的那個影片或聲音呢就存在那個資料夾裡面 來我把它 丟到 我們的 下載裡面去好了 OK 把它存起來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找到它 找到這個地方 下載 有沒有一個在這裡 但是因為我的 我的影片是直接來自外面的 所以他就沒有存在這裡 如果你是有在我們剛剛這個 自己在裡面錄的 他就會把你存起來 好我這邊再存一個 下載的新資料夾 好存檔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 影片 他沒有存在這邊 一般我會比較建議大家就是如果可以的話你先把專案檔存下來 專案檔存下來的話那他的 相關的檔案就會放在一起 這樣你會比較好找 因為我剛剛沒有先存 我就是先錄了 他就會放在那個暫存的資料夾裡面 這樣老師有沒有覺得 Ateventer 還蠻平易近人的 使用起來真的不會太難 OK 老師你可以試著輸出看看囉 都會不會太難以後 你再次把最難和 我沒有想到 絲無法 那些人